抓住机会上位 辽宁南南风险15分石板 坐稳第7人 三将给机会不中用辽宁南南在实力上 是完全碾压福建南南的 仅仅上半场比赛就完成了20分领先 第三节辽宁南南也不留情面 一波流把分差拉开到了30分以上 富豪、福哥和赵继伟三名球员表现出色非常的高效 早早就帮助辽宁南南奠定了赢球的基础 也给了一些替补球员展现自己的机会 吴昌泽成为了第三节比赛 辽宁南南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第三节比赛 吴昌泽拿到了5分3篮板 全场比赛拿到了11分6篮板的数据 其中有三个篮板都是前场篮板 本赛季吴昌泽的运气其实很不错 赛季开始前受伤 原本以为内线充足的辽宁南南 已经是没有吴昌泽的位置了 但是随着朱镕镇受伤 吴昌泽进入到了轮换当中 加上韩德军的受伤 辽宁南南内线从人才几几变成了用人捉襟见肘 吴昌泽在对阵福建南南的比赛中 拿到了13分9篮板的数据 并且打了两个位置 在和莫兰德搭档期间 吴昌泽开始打大前锋 打4号位吴昌泽 具备着外线3分的投射能力 在最后一截吴昌泽开始打5号位 在和状元区俊宣的对抗当中也不吃亏 吴昌泽现在打低越来越像李小旭了 听抢积极 篮板保护的也很不错 在第二阶段剩下的比赛 吴昌泽将会坐稳第7人的位置 内线的重任辽宁南南最后一节比赛 全部都是练兵时间 但是辽宁南南的新兴们打低比较一般 一度杨明不得不叫暂停调整 好在福建南南的手感也并不是很好 辽宁南南不存在被翻盘的危险 燕首齐周俊成和于泽成三名给机会不中用 杨明也非常的不满 在郭艾伦不打 球队早早锁定胜局的情况下 没有像吴昌泽一样抓住机会 燕首齐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第一替补后卫 早早上场的他 连续几次快攻上篮没有命中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燕首齐这场比赛 石头一中拿到了4分4篮把2助攻 很显然这场比赛他是不合格的 燕首齐也并不年轻了 再这么打下去恐怕机会越来越少 另外两名新兴周俊成和于泽成 也没有抓住机会 周俊成五中一 于泽成六中一 在没有了前辈们的庇护下 进攻端把握机会能力一般 辽宁南南也取得了九连胜 杨明对于辽宁南南人员轮换 也做出了调整 球队已经伤了一个韩德军了 再不能够伤其他主力球员 郭艾伦这场比赛休息非常明智 下一场比赛 杨明或许还将会轮换主力 辽宁南南的球员要抓住机会 特别是几名新兴 也要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 吴昌泽很好地证明了自己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也会成为辽宁南南内线 很关键的一名球员 我有关键的一面球员 在编程中 吴昌泽 也要这么忘 ella 如果有关键您知道 您可以与您有一点 吴昌泽 入银河 我不见了 我可以将会和我 爽 看起来 马亚尽